台中台湾大道 从火车站一路延伸到台中港 横跨了七个行政区 包括顶级商办大楼 五星级饭店 精品百货商场 大型医疗院所 豪宅等重要投资建设 加上未来捷运蓝线 在文新路口与捷运绿线 串联成十字轴线 成为大台中主要交通动脉 台湾大道绝对会是 大台中最热闹最繁忙的指标道路 近期台湾大道成为豪宅 争相禁竹推案的首善之区 尤其是台湾大道二段周边 靠近七旗 科普管特区 草务道商圈 周边生活机能完善 兼具休闲人文气息 交通也便利 主要是受惠七十四号快速道路 铁路高架化 捷运的交通题材及台商回流 甚至北部智产客 也以台湾大道门牌 视为最好的居住区段 锂合歇云在公社跟外观设计上 它跟其他个案比较不一样 是我们在一楼 我们做了大量的清水膜的一个设计 那清水膜这个设计元素呢 其实施里河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开始一直沿用在社区里面的一个质感 那我们比较喜欢清水膜这种像陶翼般的一种很干净的一种设计元素 它可以映照出光影 映照出水景 映照出一些氛围出来 那它其实去做清水膜 它这是一种比较安静的材料 所以它面对其实也是面对一个台湾大道的一种很喧嚣的交通动脉里面 退进来它会有一个很安静的建筑在里面 体和街云它规划了地上十九层 然后地下三楼的一个规划设计 那总户数是五十五步 那它原本设计的时候 当时设定就是一个中小社区的户别规划 所以它在一楼进来的时候 它的公社有大厅 然后有会客区 还有一个时光书房 那网上的话它有 它比较特别 它有四楼八楼十二楼跟十六楼的一个四个以四季为主题的一个空中交易平台 也就是方便说客户往上走两层或往下走两层 它都会有一个空中的交易平台 那这个空间 用四季为主题去塑造它整个设计的一个环境 一个氛围 那顶楼上还有烤肉区 四八池 蒸汽室整根烤箱 那我们用一个比较饭店式的一种氛围 来塑造整个歇云的一个社群质感 如果你们就需要清理 COM Moi对啊 living in 房壁 像 붙唱 那片 我 苏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